委員這個 現在還是很高級的競選團隊的發言人 是不是現在有打算要來找李貴民委員跟李德維委員 來加入發言人團隊 李德維委員跟李貴民委員在立法院都是有非常好的同事 我們都並肩作戰 李貴民委員大家也知道是非常專業的律師 而且長期協助很多不管是企業或新創公司團隊相關法律的諮詢 德維更是關注在教育的議題 而且他對於很多文化政策也非常的熟人 所以我想有他們兩位加入我們發言人團隊 未來我們對外的溝通會更加的順暢 也能充分代表團隊來表達立場 為了大安文山抱准的參選人曾慶寧 他兩年前公開反對你現在又說要幫助 你不會擔心他又來扯你後子 我們和黨內的同事大家都是夥伴 我們當然是並肩作戰一起合作 本來也就會對一些議題有不同的看法 大家彼此交換意見 那現在我們都有共同的目標 就是面對年輕人的選戰 大家全力拚勝選 那想說因為之前好像委員是想找那個李運輸委員 擔任競選的總幹事嗎 他有這樣想嗎 其實一開始我們都很希望 納入各方支持的力量 所以我們都很希望大家一起參與我們這個團隊 所以現在大家都是台北隊 所以我在想與其很快速 急救張的找人進來團隊 更重要的是找什麼人進團隊 我們看到陳中部長他的競選團隊 就是防疫破口隊 有的人要大家不戴口罩 有的人要大家積極然意 有的人協調開3加11的協調會 有的人甚至呼應政府 並沒有做好準備 就要大家與病毒共存 有的人是不替萬華人說謊 我想這些其實完全傷害了在地民眾的感情 這樣的用人完全沒有在乎在地相親的感受 所以我想這個很明顯的 我們就是要找最適合的人來進入團隊 這是更重要的 委員今天明顯攻擊力加強了 是不是因為這個克志恩委員 他之前有講到說 國民黨的女人都比男人還要具有攻擊力 這現在是不是要展現一下 國民黨的男人的不一樣 志恩我們過去在立法院 並肩作戰 我們都是非常好的戰友 那他非常優秀 戰力也很強 所以我想他在高雄這一仗 雖然辛苦 但是我們對他有信心 我相信他的選情會越來越好 我們共同努力贏得勝選 這是大家共同的目標 陳時中 陳時中去萬華被民眾嗆聲 結果被隨後脫離 你怎麼看這樣的情況 我們身為政治人物 民意代表 我們在地方上面 碰到不同意見的民眾 其實這是非常平常 大家如果還有印象 大概幾天前 我也遇到一位大姐 當面跟我要DNA 這是我第一次碰到這樣的要求 也很不好意思 但我也是跟他回應 我會加倍努力 我會積極的爭取市民的認同 這就是我 但是昨天陳時中部長和他的競選團隊 面對這樣的情況 展現出來是不一樣的態度 嘴巴上講以民為先 但是就是把民眾拖到旁邊 嘴巴上說 責任來我就扛 但責任還沒來 民眾就被扛走了 所以這就是陳時中部長和他的團隊 冷眼旁觀看著一切發生 市民朋友 看到兩個完全不同個性的候選人 我相信我也有信心 我面對不同意見民眾的方式 會受到肯定 不過現在有人說 這個嗆聲的人可能是委員的粉絲 委員你怎麼看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我的支持者 但是我想重點是 面對不同意見民眾的人的態度 我每一次碰到不同意見的民眾 來跟我澄清反應事情 就是聆聽了解理性的對話 試著解決民眾的問題 這就是我 這就是我的態度 委員今天炮火真的是又比較強 是不是也想證明說 你不是外界說的躺平族 根本沒有躺平族 我們就是積極拼搏到最後一個的戰事 我們今天大家看到 在場非常多優秀的議員 我們都是面對年底的選舉 大家團結一致 我們都是台北隊 共同為勝選的目標邁進 郭忠祐忠就是受到陳情之後 好像馬上來申請 你認為你想要申請 你來申請嗎 我其實很享受很自然跟民眾的互動 當然我想隨著選戰的升溫 我們團隊也會評估 我們會視情況來做調整 郭忠祐忠祐常常跟柯文哲同台 一起出席活動 會不會被指引有些行政部中立的感覺 黃副市長參選的態度其實很明顯 那我想就應該要仔細思考清楚 行政要維持行政中立的分析 否則會被外界一直做文章 郭忠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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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 陳忠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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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確的指出陳中部長相關的防疫 就是不及格 我覺得他應該好好去問問 這一次因為疫情染疫而不幸離開人世的 八千多位民眾的家屬 會如何幫他打分析 柯市長很自豪自己的智商有意義 但是陳時中接受專訪說 小孩子才講的智商 大人需要降低一個人生經驗 原因是怎麼看的 我們三個人的智商誰比較高我不知道 但是市民絕對有集體的智慧 來選出最適合的市長候選人 談到大人的人生歷練 其實大部分有豐富人生經驗的人 都是更有同理心 但是我們看到陳時中部長和他的團隊 昨天展現出來的 就是面對不同意見成績的民眾 人眼看著他被拖走 我想這不是有人生歷練應該有的作為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